第五十八回 三山罪易打青州 仲虎同心歸水帕 施若 一事参痴百事难 一人辛苦众人安 英雄天地张鸣玉 英准云霄鸣与汉 孔亮帝兴荣已救 青州城国等闲看 卢龙有德夫妍卓 乱臂同归大章坛 当有母宠人孔亮拜告老智心 杨智 求救哥哥孔明并叔叔孔斌 老智心便要聚集三山人马 前去攻打 杨智变道 若要打青州 需用大队军马方可打得 坦知梁山坡宋公明大名 江湖上都换他做及时宇宋刚 更兼呼然却是他那女仇人 坦门帝兴和孔家帝兴的人马 都并做一处 傻家者女在等桃花山人马齐备 一面且去攻打青州 孔亮兄弟 你可亲身星夜去梁山坡 请下宋公明来并力功成 此为上计 亦且宋三郎与你之后 你们弟兄心下如何 老智心道 正是如此 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 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 可惜傻家不曾相会 众人说他的名字 豁的傻家以朵也隆了 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 以至天下文明 前番和花之寨在青丰山时 傻家有心要去和他师会 及至傻家去时 又听得说到去了 以此无缘不得相见 罢了 孔亮兄弟 你要救你哥哥时 快亲自去那女告请他们 傻家等先在这女和那拙了门施杀 孔亮交付小刘罗与了老智心 只带一个伴当 扮造客商 升夜头梁山坡来 且说老智心 杨智 母宠三人去山寨女 换张诗恩 曹正在带一二百人下山来相助 桃花山里中 收通得了消息 便带本山人马 尽数起点 只留三五十个小刘罗汉守寨山 其余都带下山来青州城下聚集 一同攻打城池 不在话下 却说孔亮自来了青州 以你来到梁山坡边吹命判官李立酒店旅买酒吃问路 李立见他两个来得面生 便请坐地 问道 客人从哪里来 孔亮道 从青州来 李立问道 客人要去梁山坡沉水 孔亮答道 有个相识在山上 特来沉他 李立道 山上寨中都是大王住处 你如何去得 孔亮道 便是要沉送大王 李立道 既是来沉送头领 我者女有婚礼 便叫伙家快去安排婚礼走来相待 孔亮道 素不相识 如何见款 李立道 客观不知 但是来沉山寨头领 必然是社伙伙众人固旧交友 岂敢有失子英 便当去报 孔亮道 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护孔亮的便是 李立道 曾听得送公明哥哥说大鸣来 今日且请上山 二人饮罢婚礼走 随即开窗 受水亭上放了一支响箭 见对港奴尾深处 早有小楼罗罩罩过船来 到水亭下 李立便请孔亮下了船 一同遥到金沙滩上岸 却上关来 孔亮看见三关红壮 枪都剑激如临 心下想到 听得雪梁山泊兴旺 不想做下者等大事业 已有小楼罗先去报之 宋刚方忙下来迎接 孔亮见了 连忙下拜 宋刚问道 燃帝愿何到此 孔亮拜罢 放声大哭 宋刚道 燃帝心中有何危压不决之难 但请进说不妨 便当不备水火 力为救解 与与相助 燃帝且请起来 孔亮道 自从师傅离别之后 老父忘化 哥哥孔明宇本乡上户争舍嫌弃起来 杀了他一家老小 官司来捕捉得紧 因此反上白虎山 罪得五七百人 打家劫舍 青州城里却有叔父孔斌 被慕容之苦捉了 仲家钉在狱中 因此我弟兄两个去打城址 只望够取叔叔孔斌 谁想去到城下 正遇了一个市伤边的枯燃灼 哥哥与他交锋 只被他捉了 解送青州 下在奴旅 存亡未保 小弟又被他追杀一阵 次日 正遇着武宠 雪起师傅大鸣来 见在梁山坡做头领 他便引我去拜见同伴的 一个是花和想老之心 一个是青面受阳之 他二人一见如故 便相已救兴一事 他道 我请老 阳二头领并逃花山里中 周通 聚集三山人马攻打青州 你可怜夜快去梁山坡内 告你师父宋公明来救你叔兄两个 以此今日一敬到此 曼望师父翠先父之面 谁救生命 生死不敢有忙 宋刚道 此事亦为之事 你且放心 先来拜见潮头领 共同商议 宋刚便引孔良参见潮概 吾用 公孙胜并众头领 秘说呼言却走在青州 投奔慕容之苦 今来足了孔明 以此孔良来到 狠告求救 朝概道 既然他两处好看上日志仗义行人救宿 今这三郎和他志爱交友 如何不去 三郎言帝 你连刺下山多骗 今翻拳且守债 如兄替你走一遭 宋刚道 哥哥是山寨之主 不可轻动 这个是兄弟的事 既是他远来伤头 哥哥若自去 恐他弟兄门心下不安 小可情愿请几位弟兄同走一遭 说言未了 听上听下一齐都道 怨孝犬马之劳 跟随同去 宋刚大喜 有思为政 恐明行事太匆忙 轻引流罗犯犬羊 那有宋刚毫合在 便将军马救危亡 当日切延管代孔两 隐延中间 宋刚换铁面孔木 陪孙定拨下山人数 分作五军起行 前军便叉叉花荣 循明 燕迅 黄矮虎开路作先锋 第二队便叉木荣 杨洪 解真 解宝 中军便是主将宋刚 吴用 吕芳 郭胜 郭胜 第四队便是朱瞳 柴俊 李俊 张樊 后军便叉叉孙立 杨林 欧鹏 凌镇吹君作合后 梁三迫点在五军 共计二十个头领 马步军兵三千人马 其余头领 事与潮丐手把寨山 当下宋刚别了潮丐 自同孔两下山来 梁山人马分作五军起发 正是 初离水泊 云如海内种蛟龙 炸出梁山 却此风中奔虎炮 五军并进 前后列二十倍英雄 一阵同行 首尾分三千名士卒 寿彩其余魂此舞 撲刀枪撑船铺相 联凌响 战马奔驰 画古镇 声呼踊躍 短地黄尘矮矮 万天土遇蒙蒙 宝道其中 束涌着多知足谋吾学究 逼由洞下 端座定替天行道送功名 过去鬼神阶拱手 回来民庶进歌谣 话说宋刚引了梁山坡二十个头领 三千人马 分作五军前进 迂路无事 所过周怨 秋毫无犯 已到清州 孔梁先到老智心等军中报之 仲好看安排迎接 宋刚中军到了 无重引老智心 杨智 李宗 周通 诗恩 曹正都来相见了 宋刚让老智心坐地 老智心到 久闻阿哥大名 无缘不曾拜会 今日且起相认得阿哥 宋刚答道 不才何足道哉 江湖上义士甚清吾思清德 今日得色慈颜 平生甚恨 杨智也起身再拜道 杨智旧日经过梁山坡 多蒙山寨从已相留 为是撒家如迷 不曾肯住 今日恨得意是壮观山寨 此是天下第一好事 宋刚答道 祭使威名波于江湖 只恨宋刚相会太晚 老智心便令左右智走管代 一一都相见了 次日 宋刚问青州一节 胜败如何 杨智道 自从孔两去了 前后也交锋三五次 各无输赢 如今青州只凭呼然却一个 若是拿得此人 吹此成子 如汤潑雪 吴学救少道 此人不可力敌 可用至琴 宋刚道 用何至可获此人 吴学救道 只随如此如此 宋刚大喜道 此计大妙 当日分拨了人马 次早起军 前到青州城下 四面尽着军马围住 雷鼓搖旗 纳喊匿战 城里慕容知府见报 方忙教请呼然却商议 今次群策又去布之梁山泊宋刚道来 此此如之内可 呼然却道 恩相放心 群策道来 先失地理 这师门只好在水帕里张狂 今却善离巢月 一个来 捉一个 哪师门如何施展得 请知府上乘看 呼然却施杀 呼然却连忙 披挂衣甲上马 叫开城门 放下吊桥 引了一千人马 近城摆开 宋刚阵中一张出马 哪人手匿狼牙棍 例声高骂知府 难官害民贼图 把我全家诸鹿 今日正好报仇说恨 慕容知府认得秦明 便骂道 你这师是朝廷命官 国家不曾负你 愿何敢造反 若拿着你时 碎尸万段 可先下手拿者插 呼然却听了 无起双边 送马直取秦明 秦明也出马 无动狼牙带棍来迎呼然却 二张交马 正是对手 有西江月为正 便无两条龙尾 棍横一串狼牙 三军看得眼睛花 二张纵横交马 使棍的闻名 秦明还海 使边的声波天涯 龙驱虎将乱交加 者施杀堪苗堪华 秦明与夫妍却施杀 正是对手 两个斗到四五十合 不分胜败 慕容知府见斗得多时 恐怕夫妍却有失 芳妄明金 收军入城 秦明也不追赶 退回本阵 宋刚教众头领君效且退十五里下寨 却说夫妍却回到城中 下马来见慕容知府 说道 小将正要拿拿秦明 恩相如何收军 知府道 我见你斗了许多合 但恐卢困 因此收军暂歇 秦明那诗 原是我这女统制 与花荣一同背反 这诗亦不可轻敌 夫妍却道 恩相放心 小将必要禽此贝义之财 释姦和他斗时 君法已自乱了 来日教恩相看我立斩此财 知府道 既是将军如此英雄 来日约临敌之时 可杀开条路 送三个人出去 一个教他去往东京求救 两个教他去鄰近釜州会合起兵 双座脚步 夫妍却道 恩相高见极明 当日知府写了求救文书 选了三个军官 都发放了当 只说夫妍却道 协处 卸了衣甲暂歇 天色未明 只听的君校来报道 城北门外土坡上有三骑狮自在哪里看成 中间一个村红袍骑白马的 两边两个 只认得右边的是小李广花荣 左边哪个道庄打扮 夫妍却道 哪个村红的眼见是宋刚了 盗庄的必是军师不用 你们且幽惊动了他 便点一百马军 跟我捉这三个 夫妍却连忙披挂上马 提了双边 带领一百鱼骑马军 悄悄地开了北门 放下吊桥 引军赶上波来 宋刚 吴用 花荣三个只顾呆了念看成 夫妍却拍马上波 三个垃圾马头 慢地走去 夫妍却奋力赶到前面几株枯树边箱 宋刚 吴用 花荣三个齐齐的垃圾马 夫妍却方才赶到枯树边 只听得立声哭 夫妍却正踏着陷坑 人马都跌将下坑去了 两边走出五六十个挠勾手 先把夫妍却勾张起来 绑拨了拿去 后面牵着那匹马 这许多赶来的马军 却被花荣粘弓搭战 射到当头五七个 后面的垃圾马 一控都走了 宋刚回到寨女座 左右群都守却把夫妍却推将过来 宋刚见了 连忙起身 渴叫快解了承索 亲自扶夫妍却上将座定 宋刚拜见 夫妍却方忙跪下道 意是何故如此 宋刚道 少可宋刚 怎敢背负朝廷 概为官吏乌滥 威逼得紧 不犯大罪 因此权借水泊女随时避难 只待朝廷赦罪招安 不想启动将军 知劳神力 实慕将军府威 今者不有冒犯 切黑恕罪 夫妍却道 夫妍却被禽之仁 万死尚兴 意是何故从礼陪华 宋刚道 梁宋刚怎敢坏得将军性命 皇天可表串心 只是狠告哀求 夫妍却道 卿掌专义 莫非教夫妍却往东京 告请朝安 都删赦罪 宋刚道 将军如何去得 告太位那斯是个心地贬责之徒 忘人大恩 妓人小过 将军截了许多军马前良 他如何不见你罪责 如今寒涛 鹏 凌振以都在闭山入火 躺蒙将军不弃山寨微箭 宋刚情愿让位于将军 等朝廷建用 受了招安 那时尽忠报国 未为满耳 夫妍却尋思了半响 一者是天刚之数 自然意气相投 二者见宋刚礼貌甚恭 叹了一口气 跪下在地道 非是夫妍却不忠于国 实无轻掌意气过人 不容夫妍却不依 怨随边等 事的如此 决无还理 有思为证 亲寿泥书土不停 虚张声势亦生灵 如何世禄英雄是 握手同归罪易听 宋刚大喜 请夫妍却和众头领相见了 叫问李宗 收通讨者匹踢说乌追马还将军 骑楚 众人在商以够孔明之计 不用道 只随教夫妍却将军 赞开城门 拖手可得 更兼绝了夫妍指挥念头 宋刚听了 来语夫妍却陪话道 非是宋刚贪劫城池 实因孔明叔侧陷在雷舌之中 非将军 赞开城门 必不可得 夫妍却答道 小将的蒙卿掌修陆 李当效力 当晚点起秦明 花荣 孙立 燕迅 吕芳 国姓 解真 解宝 欧鹏 黄英十个头领 都扮作军事衣服无恙 跟了夫妍却 共是十一骑军马 来到城边 直至豪迁上 大叫 承上开门 我逃得性命回来 承上人听得是夫妍却声音 方忘报与慕容之府 此时之府为截了夫妍却 正立门间 听得报说夫妍却逃得回来 心中欢喜 连望上马 宾到承上 望见夫妍却有十数骑马 跟着 又不见面颜 只认得夫妍却声音 知府问道 将军如何走得回来 夫妍却道 我被那尸的陷马 捉了我到宅里 却有缘跟我的头目 暗地道这匹马 与我骑 就跟我来了 知府只听得夫妍却说了 便叫军事开了城门 放下吊桥 十个头领跟到城门里 迎着之府 早被巡名一军 把慕容之府打下马来 解针 解宝便放起火来 勾棚 黄矣虎斌上城 把军事杀散 宋刚带队人马建成上火起 一齐涌将入来 宋刚急急传令 幽教残害百姓 且收仓库前粮 就大劳女救出孔明 并他叔叔孔斌一家老小 便教救灭了火 把慕容之府一家老幼进阶斩首 抄扎家师 分表中军 天明 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 吸散粮米救济 把府赴金白 仓傲米粮 桑载五六百车 又得了二百余匹好马 就青州府里做个庆喜言席 请三山头领同归大宅 有思为正 夫然逃难不声收 忘却君恩是叩仇 恩是天罡并地杀 故为香道破青州 且雪里中 周通使人回桃花山 迅数收十人马前梁下山 放火烧毁寨山 老志心也史诗恩 曹正回二龙山 与张青 孙二良收十人马前梁 也销了宝珠子寨山 数日这间 三山人马都皆原备 宋刚领了大队人马 班师回山 先叫花荣 秦明 夫然卓 朱同四张开路 所过周园 芬豪不绕 香村百姓 扶老揭幼 萧香罗拜迎接 数日这间 已到梁山泊边 众多水军投领巨州迎接 朝盖引领山寨马步投领 都在金沙滩迎接 直至大寨 向罪以厅上列位坐定 大排言直 兴鹤新道山寨头领 夫然卓 老志心 杨志 武宠 诗恩 曹正 张青 孙二良 李宗 周通 孔明 孔亮 共十二位新上山头领 坐间林聪说起 相借老志心相救一事 老志心动问道 撒家致与教头仓周别后 曾知阿嫂信息否 林聪答道 小可自火并黄伦之后 使人回家搬取老小 以知绝腐被高太为逆子所逼 随即自毅而死 妻妇亦为幽疑 染病而亡 杨志举起 旧日黄伦手内上山商会之事 众人皆道 此皆注定 非有言也 潮概说起黄江洞取生辰江一事 众皆大笑 次日轮流造燕直 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见山寨有添了许多人马 如何不起 便叫汤龙做铁像总管 提督打造朱搬军器 并铁业连环等甲 后见馆做升旗普服总管 添造三财九要四斗五方二十八寿等旗 飞龙飞虎飞虹飞炮旗 黄月白毛 朱英造丐 三边四面捉起敦台 仲造西路 南路二处酒店 昭折往来上山好看 一就探听非暴军情 山西路酒店 甘令张清 孙二娘夫妻二人员是酒家 前去看守 山南路酒店 迎令孙申 故大嫂夫妻看守 山东路酒店依旧珠贵 乐和 山北路酒店 环是李立 时千看守 三关之仁 添造寨山 分调头领看守 暴领已定 各而遵守 不许为悟 有思为正 天将吹风已受降 许多军马更精强 凭凌欲作灰云计 衰将功名作主张 数月之后 忽一日花和想老志心来对宋功名说道 志心有个相识 李中兄弟也争认的 换造九文龙史俊 见在华州华阴怨小华山上 和那一个神机军师朱母 又有一个跳间虎陈达 一个白花蛇阳春 四个在那里聚意 莎家常常思念他 昔日在雅冠只救助莎家一念 不曾有望 今莎家要去哪里探望他一遭 就娶他四个同来入伙 未知专意如何 宋刚道 我也曾闻得史进大名 若得吴师去请他来最好 然是如此 不可独自去 可凡母宠兄弟相伴走一遭 他是行者 一般出家人 正好同行 母宠应道 我和师父去 当日便收拾腰包行李冰头粒子做禅和子打扮 母宠装做徐是行者 两个相似了仲头领下山 过了金沙滩 晓行夜着 不止一日 来到华州华阴怨界 径投少华山来 且说宋刚至老至深 母宠去后 一时容他下山 尝至放心不下 便换神行太保大宗 随后跟来 探听消息 再说老至深 母宠两个来到小华山下 復路小流罗出来拦住 问道 你两个出家人哪里来 母宠便答道 这山上有史大观人摩 小流罗说道 既是要尋史大黄的 且在这里小等 我想三步之头领 便下来迎接 母宠道 你只说老至深 到来相探 小流罗去不多时 只见神机军师朱母 并跳坚斧陈达 白花蛇阳春 三个下山来接老至深 母宠 却不见有史进 老至深 便问道 史大观人在哪里 却如何不见他 朱母近前尚伏道 吾思不是而安抚老提合摩 老至深道 耍家便是 者行者便是景阳刚打斧刀头无重 三个芳芒展斧道 文明久矣 听之二位在二龙山扎寨 今日愿何到此 老至深道 眼门如今不在二龙山鸟 投托梁山泊送功名大寨入伙 今者特来寻使大观人 朱母道 既是二位到此 且请到山寨中容小可避世告数 老至深道 有话便说 代一代谁鸟内凡 母宠道 师父是个性急的人 有话便说何妨 朱母道 小人等三个在此山寨 自从使大观人上山之后 好生兴旺 近日使大观人下山 正葬见一个画像 原是北京大名府人士 姓王明义 因许下西岳华山今天圣帝庙内装画影逼前去还愿 因为带将一个女儿 名换玉蕉之同行 却被本周贺太寿原是赛泰斯门人 哪思为官贪婪 非理害闻 一日因来妙旅行乡 不想正见了 玉蕉之有些颜色 类似着人来说 要娶他为妾 皇义不从 太受将他女儿强奪了去为妾 又把皇义切配阅恶君舟 路经这女过 正葬见史大观人 告说这件事 使大观人把皇义够在山上 将两个防送工人杀了 直去府里要刺何太寿 被人知觉到吃拿了 见监在牢里 又要聚起君马 掃荡山寨 我等正在这女进退无路 无计可思 端的是苦 有思为证 花岩云笨玉叫之 太受恒乡忽见之 不惠献将强奪取 皇同白手亦相痴 老智心听了道 这缺了敢如此无礼 倒任何利害 耍家与你结果了哪思 朱母道 且请二位到宅女商议 一行五个头领 都到少华山寨宗座下 便叫皇义见老智心 母宠 诉说何太寿贪酷害民 强占梁家女子 朱母等一面杀牛宰马 管代老智心 母宠 饮言间 老智心道 何太寿哪思好末道 我明日与你去周里打死哪思吧 母宠道 哥哥不得造痴 我和你星夜回梁山坡去布枝 请送公明领大队人马来打华周 方可救得使大观人 老智心叫道 等眼门去山寨里叫得人来 使家兄弟性命不知哪里去了 母宠道 便杀太寿 也怎地救得使大观人 母宠却断言不肯放老智心去 朱母又劝道 吾思且息怒 母刀头也论得使 老智心招躁起来 便道 都是你这般慢性的人 以此送了眼使家兄弟 你也忧去梁山坡布枝 看耍家去如何 众人哪里劝得住 当晚又坚不从 明祖 在个四更 提了禅杖 带了戒都 敬奔华周去了 母宠道 不听我说 此去必然有失 朱母随即叉两个精细的小楼罗前去打听消息 却说老智心奔到华周城里 路旁借问周牙在哪里 人指道 指过周桥 头东便是 老智心却好来到浮桥上 只见人都道 和想且朵一朵 太寿相公过来 老智心道 眼正要尋他 却好正藏在撒家手里 哪思多敢是当死 何太寿头搭一对对摆将过来 看见太寿哪成桥子 却是暖桥 桥枪两边各有十个如后束涌着 人人手旁边枪铁链 守护两边 老智心看了沉思道 不好打哪缺了 若打不着 到吃他笑 何太寿却在桥窗眼里 看见了老智心欲进不进 过了滑桥 到府中下了桥 便叫两个如后吩咐道 你与我去请桥上哪个伴大和想到府里扶齋 如后领了言语 来到桥上 对老智心说道 太寿相公请你扶齋 老智心想道 这思正合当死在撒家手里 眼却才正要打他 只怕打不着 让他过去了 眼要尋他 他却来请撒家 老智心便除了如后径到府里 太寿已自吩咐下了 一见老智心进到厅前 太寿叫放了禅杖 去了戒刀 请后堂扶齋 老智心初时不肯 众人说道 你是出家人 好不晓是 府堂深处 如何许你带刀像入去 老智心想道 指眼两个拳头也打碎了那尸脑袋 狼下放了禅杖 戒刀 跟如后入来 何太寿正在后堂坐定 把手一招 喝声 触下者突插 两边逼衣内走出三四十个做工的来 横拖倒逸 捉了老智心 你便是哪渣太子 枕逃出地网天罗 火手金刚 难脱龙潭虎忽 正是 飞蛾头火身倾丧 天褥造个命必伤 毕竟老智心被何太寿拿下 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